大陆政府有一个新的宣布将会放松对大陆国内的电力市场的管制 允许燃煤发电的电价进行更大幅度的浮动调整 那么按照这一次改革的措施 燃煤发电的电价可以在基准价上下浮动不超过20% 核心是真正建立起了能跌能涨的市场化电价机制 有利于引导高耗能企业市场交易电价多上浮一些 这样可以更加充分的传导发电企业的成本上升压力 抑制不合理的电力消费改善电力供求状况 大陆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表示 在一定程度上会推升工商业企业用电的成本 但是会维持居民农业还有工艺性的事业用电的价格不涨 另外也会要求将燃煤的发电市场 还有交易价格浮动的范围 由现行的上浮不超过10% 下浮原则不超过15% 扩大为上下浮动都不超过20% 那么针对在高耗能的企业市场 交易的电价不受到上浮20%的限制 这项新的措施将会在2021年的10月15号开始实施 另外大家关注的大陆山西从3号以来 持续受到了暴雨的影响 在当地出现了严重的灾情 超过了175人受灾 已经造成了至少有15人不幸罹难 三人失踪的悲剧 全村2900多户人口是连夜转移 那现在正好是玉米收获的季节 全村4000多亩地现在面临颗粒无收的情况 玉米都冒了顶了 今天的水位已经下去了 又有玉米多 什么东西从里面都搬出来了 只有我一个人在外面 人在 家就在 目前所有村民都被安置在了上游村庄 这里成为了村民零食的家 每天都有热心的志愿者过来送物资 还有从县城赶回来的年轻人 也希望能贡献一份力 大雨导致青曲县 旗县段发生多处决堤 在一位村民家中 成熟的梨在院内散落一顶 屋内依然有红烙带来的泥巴 墙壁上的水位线清晰可见 今天的梨刚下回来 在这还没有卖呢 水位线你看看这水位线很明显 都是进了这么多水 总是4万多块钱吧 再加上麦子啦玉米啦 啥啦 这最少也得七八万块钱吧 除了农作物受损 有些村民家中的房屋墙面已经开裂 那些现在还是刚开 那那以后还不知道怎么 灾害发生后 当地政府展开救灾行动 目前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早前由于连遭大雨被冲垮的官地庙 也已经展开修复 当地文物部门的施工队 已经带脚手架进场 对建筑进行初步加固 后续维修工作也在展开中 好根据央视的报导呢 这场暴雨是造成了山西的经济损失 超过了50亿人民币 那么山西的省政府 还有大陆的财政部呢 已经先后拨款了5000万 以及8000万救灾补助金 用于开展应急的抢险救灾 还有受灾群众的救助工作 那么现在呢 中国大陆的财政部也要求 山西省要充分的发挥资金的效益 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放在第一 那么最大限度的减少人员的伤亡 和财产的损失 号称呢 这人权至上的美国呢 曾经的历史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们先从这个节日开始说起 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 的确曾经一度创造了 航海传奇的历史 到了500年后的今天呢 你知道吗 在全美国有超过100座城市呢 把哥伦布日呢 改为庆祝原住民日 那么过去的原住民 到底在美国发生了什么事呢 在10月的第二个星期一 是美国的联邦法定假日 哥伦布日 就是纪念呢 哥伦布在1942年的10月12号 跨越了大西洋 发现了新大陆 开启了西方文明的新篇章 但是随着这个探险家 还有殖民者来到了这个新世界 美洲的原住民呢 他们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苦难 包含像是迫害屠杀等等 过去的黑历史逐渐被揭开 哥伦布也不再是神话般的传奇人物 他曾经呢被揭露说 他奴役原住民造成了日后的 欧洲瘟疫进入美洲 让很多人热围呢 也没有办法继续再歌颂下去了 到目前为止呢 100多个城市啊 移除了哥伦布日 他们改为庆祝原住民日 而美国总统拜登是在上个礼拜宣布呢 让这个原住民日 正式的成为美国的法定国定假日 于是就是跟哥伦布日同时的存在 希望每个文化都能够受到尊重 那么这个原住民日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美国媒体指出啊 面对印第安原住民呢 遭遇的那一段总足灭绝的历史 其实美国可以做得更多更好 像是加拿大正在清算调查 种族灭绝的殖民历史一样 他也认为说美国必须跟上脚步 不能不然怎么能够来 就责其他国家的人权议题呢 那么还记得吗 在今年五月份曝光的 加拿大有很多地区的 这个寄宿学校的遗址啊 发现了数百座没有标记的坟墓 因此才展开了这一段 种族灭绝的恐怖黑历史 像这样的原住民寄宿学校 在美国曾经有350多家 然而其办校理念 却源自一场个人试验 你 know sometimes they would send in police forces or military forces to remove children from their communities especially early on sometimes they were withholding rations from family members or tribes entirely so families had to choose off in between do we starve or do we send our child to school 一切和部落习俗相关的举止 都会遭到警告和处罚 校方详细记录了入学 日常出勤 甚至是学生的家庭背景 却遗失了一个最重要的信息 the 19 children that they have found so far that died here at the school but it's very difficult to find any kind of government records so far we haven't found them that show the children who died at the school and what happened to them and whether they were buried here 这些疑问并非无人问津的历史 直到今天去世学生的后人 依然来此所要真相 well actually my grandma went to school here till she was in 8th grade and she graduated from here her sister ellis was a couple years older than her and she passed away here in janoa did you know why she passed away not yet we're still working on it we were here six years ago try to find out the whereabouts of my great uncle danyl norris and all we knew is that he had passed away at the school while attending school in june of 1910 and we understood that they did have a cemetery here for students that did pass away at the school but we couldn't find it 美国的这个联邦法定的节日更人步日呢 也是原住民日来悼念白人的殖民者 对于原住民开启的血腥屠杀 那么在原住民寄宿学校的黑历史 一一被翻出起底 原来呢今年五月以来在卑诗省 原住民孩童的寄宿学校的遗址 发现了215具的原民孩童的遗体 后来呢又在萨克齐万省 另一所原住民的寄宿学校的遗址 也被发现了有751具的无名师 加拿大过去实施的文化灭绝政策的黑历史 最新的调查报告出炉 加拿大过去为了同化原住民 强迫原住民学生去读这个寄宿学校 导致很多学生被虐待致死 甚至呢就地掩埋 加拿大的官方调查 多达37%的原住民学生 坦言他们曾经遭遇过 不同程度的性侵害和性骚扰 美国的原住民寄宿学校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央视的记者深入了美国多地 搜寻证人和证物 美国的中西部的农业小镇热内亚 在1884年到1934年之间呢 曾经有一所美国规模最大的 原住民寄宿学校 宗传呢在当时这个世代呢 原住民寄宿学校在美国有350多家 那么我们来看到呢 在寄宿学校当中 原民儿童呢 他们会遭遇到什么事情呢 他们被逼迫你要改名字 而且呢你所穿的服装呢 都要依照规定 你不能够再穿原本呢 原住民部落的服装 一切跟部落习俗相关的举止 通通都会被禁止 而且会被警告 如果硬做的话 就会受到处罚 在一个世纪以后呢 有一些去世学生的后代 还是不放弃在调查 他们的长辈的死因 以及呢在寻找遗孩的下落 央视就去采访了曾经住过寄宿学校的学生 他是来自 纳瓦霍部落的贝西 他说呢他11月的时候啊 11岁的时候呢 被送到了联邦政府开办的一个叫做 托拉尼湖的原住民学校 他说呢在这个寄宿学校当中 是他人生中最痛苦的经历 所以要用一辈子的时间才有办法来克服这个创伤 在今年的6月22号 美国的内政部长 德布拉哈德德布拉哈兰 也是美国的首位原住民内政部长就表示 联邦政府要开始来调查 美国的原住民这次学校 到底发生哪些黑历史 2022年4月1号要公布调查报告 但是央视记者在调查的时候 他发现 他觉得美国的内政部呢 根本没有积极的接触包括了热内亚原住民学校在内的 多所学校就职 遗孩的寻找跟挖掘工作也没有时间表 这份报告能够如期的出炉吗 还是不敢揭露这段黑历史的真相呢 另外新冠疫情呢在美国也让大家注意到了原民族群 尤其是美国的印第安人以及阿拉斯加原住民 根据卫报报导呢 APM研究实验室呢 他们在去年三月份来进行了一场 种族的冠状病毒研究计划 资料显示呢 美国的印第安人跟阿拉斯加原住民的死亡率居然是白人的两倍 以在蒙大拿州的北夏安部落为例子 到今年二月份为止呢 已经有五十位部落族人死亡 死于新冠肺炎 已经占了这个部落人口的百分之一 因为这个部落里头上上下下也就只有五千人 那你或许会想说 为什么美国的印第安人跟阿拉斯加原住民 他们在新冠肺炎当中会受创的特别严重呢 根据新墨西哥大学的健康科学中心 肺部重症照顾还有睡眠学系的这个教授 二普森表示原来是因为长期的受到了歧视 以及呢次等的医疗保健服务 因此呢美国印第安人确诊新冠肺炎病发症的风险就更高了 也就是换句话说他们原本的身体呢 可能就没有像其他地区的人这么样的好 所以呢一旦感染了新冠肺炎 可能发生病发症的几率就会更高 那么在同一个系所的梅丽莎副教授就补充说明了 因为呢在美国也存在着 严重的社会不平等 让印第安人没有基本的资源 第二就是呢饮食的营养不足 美国的印第安人呢他们生活在比较 属于大家形容说叫食物沙漠 所以呢导致部落的人啊 他罹患糖尿病肥胖或者是心脏病的比率就比较高 第三就是经济跟生活条件差太大了 北美的第二大部落瓦那货足保留地 只有13家杂货店12个医疗设施 但是你知道吗他们的部落呢 分散在27000多平方英里这么大的土地上 等于三分之一的居民是没有电可以用 三分之一的居民没有自来水 这个部落的失业率是40% 网路的覆盖率当然就是零零星星了 因此呢居民在新冠疫情的情况之下 你想要获得资讯你想要透过视讯来看医生 对他们来说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另外来关注美国的疫情啊 全美将近有七成的成年人口都已经完整 接种疫苗了不过呢 各州对于要不要强制打疫苗呢 还是在吵个不停 德州州长艾伯特在周一签署了行政命令 禁止周内所有的民营企业等实体企业 强制民众来打疫苗 美国总统拜登上个月才呼吁全国的企业 要强制要求员工在疫苗跟工作之间二选一 目前至少数千位民众呢 因为拒绝接种被解雇了 包含了脸书公司 Google的母公司都已经通知员工 必须要拿出接种证明才可以回到办公室上班 那么联合航空也针对六万名员工下达了疫苗强制令 对此呢 德州州长艾伯特在一项行政命令当中指出 联邦政府越权又有一例证据了 拜登政府呢正在霸凌民营企业要求强制接种疫苗 导致劳动力中断 德州走出了这场灾难的复苏之路也受到了威胁 但是白宫是批评德州州长说这项命令呢 是出自于自己的政治利益摆明跟拜登对着干 那么在巴西呢目前是有超过六十万人确诊COVID-19死亡 这已经是全球因为疫情死亡人数第二多的国家 仅次于死亡人数七十一万的美国 但是呢当被媒体问到这个状况呢 巴西总统波索纳洛表示 他不想回答这个无聊的问题 他还重复三次反抢哪一个国家没有人死 但事实上呢从这个疫情爆发以来啊 巴西的确诊感染人数呢 已经超过了两千一百五十万例 仅次于美国和印度 波索纳洛呢很多次因为防疫的政策引发争议 由于呢曾经确诊过 他宣称说自己体内有抗体 所以呢拒绝打疫苗 在先前呢造访美国的时候 就是因为没打疫苗结果呢 很糗的被餐厅呢禁止进入 最后还只能够站在路边吃披萨 最近也是因为同样的因素 他被拒绝进入足球场来看比赛 但是他完全没有检讨自己 还说违反 没有检讨说自己已经违反了 他们国家的公共卫生规定这个事实 那菲律宾总统杜特蒂又再出狂言了 他又要祭出打疫苗的新招 他说呢那些不想打新冠疫苗的人 他会在他们熟睡的时候 帮他打疫苗 好这番话非常有杜特地style 那么菲律宾呢截至这个月 10号的疫苗接种率 居然只占了他们总人口的两成 大约是21% 那么菲律宾呢是世界 第十二大人口数量国将近有两亿人 现在为了要提高疫苗的接种率 所以呢总统杜特蒂不得不在电视 谈话当中喊话 他说如果这些人不想打 他要在夜幕低垂的时候到他们家 帮他打疫苗 但事实上菲律宾呢法令上啊是没有正式规定 必须要强制接种疫苗的 还是必须要经过当事人的统一 辉瑞BNT疫苗呢全球的销量是超过了35亿剂 也成为全球许多国家的首选疫苗 但是有一些国家是不惜修法也要拿到手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BNT的保护力高 对Delta变种病毒也比较有效 而且比较不会引发血栓问题 供货也比莫德纳稳定 因此有很多国家已经开始增加BNT疫苗的采购数量 卉瑞BNT疫苗全球销量已达35亿剂 比第二多的AZ疫苗整整多出10亿剂 成为全球许多国家的首选疫苗 BNT目前已出货超过16亿剂到130多个国家 许多国家甚至修法也要拿到手 分析指出BNT成为全球最抢手疫苗 主要是因为保护力高 包含对抗Delta变种病毒 而且不会引发血栓问题 加上供货又比莫德纳稳定 不少国家开始增加BNT采购量 却也导致价格水涨船高 先前欧盟国家买一剂约台币500元 现在价格是650元左右 贵了150元 随着疫情渐渐稳定 大家都把疫苗捐出来 香港12号宣布 捐出先前签约购入的AZ疫苗 目前香港首剂疫苗覆盖率为67.5% 总计已经采购了1500万剂 复辟钛和大陆科型疫苗 已经足够全港民众接种 即使有必要施打第三剂 疫苗也够用 美国FDA公布数据认为 莫德纳不符合施打第三剂条件 原因是前两剂的疫苗抗体 仍然很强 因此有没有打第三剂 没有太大差别 预计14号15号会开会 做出最终决定 记者综合报导 美国的联邦众议院 在12号的时候才表决通过了 短期提高举债上限 增加4800亿美元 债务违约危机往后 但是依旧还是存在着 延到了12月中旬 那么总统拜登 预计在这个礼拜 他要签署相关的法案 民主党籍的议员 议院议长裴洛西 在表决之前指出 这关乎着 美国经济以及全球经济 也关乎美国宪法 美国的信用与信心 不能受到质疑 所以最后 众议院在219位 民主党议员投下了赞成票 206位共和党议员 全数投下了反对票之后 是稍微获得了喘息的空间 但是到了12月 如果说美国政府的裁员 还是用完 依旧可能会关门 美国将要在11月初 要开放跟墨西哥 与加拿大的陆地边界了 也就是说 准许有完整打过COVID-19疫苗的 非必要旅客入境 那么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 书莫表示 美国的国土安全部长 马约卡斯 已经确认了这项计划 主要为了要遏止疫情 在美国的加拿大边界 所以已经封闭这个边界 19个月之久了 这是美国从2020年3月份 开始对欧盟 英国及大陆旅客 关闭边界 那么后来陆续增加了 印度巴西 接连墨西哥加拿大的旅客 都被禁止入境 白宫呢在9月的时候 已经宣布了 11月初呢 对于33个国家 已经有完整接种过疫苗的 航空旅客要解除旅游禁令 包含了大陆 印度巴西 以及大多数的欧洲国家 那么消息人士透露了 陆地的边际重启 会带来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探亲旅游 非必要旅行者 都必须要打过疫苗 但如果是必要的目的 即使没有打疫苗 也可以入境 第二阶段是明年1月份开始 所有入境的美国人 不论是要旅游旅行 任何的原因 都必须要完整接种疫苗 好再来了 缺工会不会是因为 这个很多的民众不愿意 劳工不愿意打疫苗呢 美国的新南航空 最近说取消了大量的航班 就在上个周末 这一连呢 是三天一共取消了 超过2500航班 光是10月10号 当天取消了 1100多个航班 是平常的 運量的三成 很多的旅客说 赶到了机场 才发现怎么飞机不飞呢 上个礼拜 他们强调是受到了 天气不佳 还有外部限制的影响 导致飞机跟机组员 没有办法按照 他们原本排定的 作业时间来工作 但是呢 西南航空终于坦诚了 就是因为人员短缺 这就是他们中断服务的因素之一 飞机不飞的因素之一 美国的财经媒体CNBC 报道指出 西南航空营运长范德文 向员工坦诚 目前呢 公司的员工人数还是不够的 尤其是在空情组员的部分 西南航空跟大多数的航空一样 在疫情爆发的时候呢 空中交通需求大减 所以呢很多员工都离职了 只是现在呢 疫苗的覆盖率越来越高 所以呢 这个孕量提升的情况之下 人力啊还没找回来呢 所以有点难以应付 另外呢 针对这个传言指出 取消航班是因为 航空公司强迫员工打疫苗 员工不满发起的这个代工运动 西南航空是予以否认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丽文 在12号在华盛顿呢 跟南韩的国家安保市长徐勋 会谈的时候表示呢 美国不推行敌视北韩的政策 同时也强调了 美方是愿意随时跟北韩 无条件的会面 倒是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呢 觉得看不下去 在11号呢公开批评 认为说美国啊 最近不断的表示 自己没有敌意 但是呢也拿不出证据 他强调呢 北韩还是会持续的 加强军事设施 那么要构筑起 不畏惧任何国家的军事力量 就是说北韩呢 他们要有一定的军事力量 来面对美国带给北韩的威胁 那么针对金正恩的发言呢 苏丽文是重申了美国立场 他说呢只要北韩响应对话的提议 不论什么问题 都可以搬到台面上来谈 那么至于美韩双方的国安首长 在会谈当中也是一致肯定 拜登呢跟南韩当局 试图要接触北韩的外交努力 双方过去一直针对北韩问题 进行紧密的协商 今后也会持续的密切协调 另外呢金正恩日前出席了一场 国防展览会呢 大家除了关注到他的鞋子 怎么穿凉鞋 是不是身体不舒服之外呢 人群当中重点人物被我挡住了 怎么会出现了一个人 跟其他穿军服的人不太一样 穿的是蓝色的衣服 他到底是谁呢 而且这个衣服超紧身的 蓝色衣服的士兵 这段影片呢在媒体上疯传 大家都开始呢 帮他取了外号叫做北韩队长 他到底是做什么的呢 这是北韩官媒的影片 在北韩呢 橄榄绿色制服旁边的士兵 他穿着这个景深衣 大家呢开始帮他取外号 什么火箭人啊超级英雄等等 不过呢根据美联社报导 有专家认为他可能是一名跳伞者 因为呢北韩先前那举行的这个 行展的照片当中就有类似 跳伞者穿着蓝色的景深服装 那么再来我们关注一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总裁 乔治艾娃日前呢被爆料说他施压员工 从篡改数据调高大陆的排名 引发了各界的讨论他的职位去留 那么最新的消息指出呢 IMF决定要保留了乔治艾娃的职位 对他的领导还是充满信心的 好整起事件呢我们来关注啊 他其实是保加利亚的经济学家 也是呢第一位来自开发中国家的IMF领导人 爆出了施压争议之后呢 他表示呢在看过所有成堂政务 还有理事会对总裁以及领导 有继续有效旅行职务的能力 是充满信心的 那他也表示呢感谢董事会 接下来会聚焦目前所面对的严厉挑战 但是还是有消息人士透露 虽然呢法国跟其他欧洲国家呢 表态支持他留任 但美国跟日本官员是希望 这些指控可以被彻底的审查 脸书的前员工呢豪庚 他在最近呢发表了一篇说 脸书以利益至上 明知道Instagram对有一些青少年 会有明显的伤害 但是没有做出必要的改变 欧洲的议会开始有所动作了 他们就邀请了这位吹哨者 豪庚出席了11月的听证会 要调查相关的指控 欧洲议会还有内部的市场 跟消费者保护委员会 会在11月8号举行一场 关于大型科技公司 对用户负面影响的听证会 而且要邀请前脸书员工 37岁的数据科学家豪庚出席 针对呢豪庚指控脸书 在打击仇恨跟错误讯息的时候 做法不诚实来调查 祖克勃反驳撕裂社会 带坏儿童的指控 他强调这些都绝非事实 韩国的执政党呢日前是完成了 党内的初选决定呢由 精进道德知识李在明代表 角逐下一届的南韩总统大选 但是李在明呢在过去担任 城南市长期间推动的 大庄洞开发案移云不断的发酵 那总统文在寅在今天 已经指示视察了 根据了解呢就是李在明啊 担任市长期间呢 以官民共同开发的方式 推进了一场这开发计划 但是投资方呢遭到质疑是 低价取得土地之后 盖了房子出售 从中还获利了数钱与韩元 并且涉嫌贿赂贷政界人士 这个报导指出 开始引发了讨论文在寅指示调查